好 威靈查播整體案件有最新的進展 黃子嬌現在除了被爆出 持有未成年少女性影像被踏拔 那之前還被另外一個K小姐指控 在先前已拍藝術照的理由性侵得逞 好 那麼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傅右隊 是已經報請了北檢指揮偵辦 好 檢方在昨天已經簽分他字案 來進行調查 好 只不過現在整體案件進行到現在 這黃子嬌其實可以說是丟臉丟到國外了 主要是因為他的整體案件 因為這個還登上了國外BBC的媒體 可以看到他們的標題是這樣 說持有兒童不啞片 好 這件事情呢 包含他的照片都在上面 還成了熱門新聞的第二名 那同時今天檢方要持續追查這整體案件 還記得嗎 先前的北投黃池溫泉會館 當時有影片偷拍的影片外流 好 現在被發現這個外流的影片是來自了 剛剛我們提到了跟他下載的同一個 也就是叫做創意私訪的這個論壇 那持續在調查發現這個網站是採紛潤製的 而且偷拍影片牟利 這個自售者呢大賺了上千萬 等於說裡面有非常多的人喔 在賣 在買 好 同時今天呢 檢方現在也調閱資料 來網路分析 比對之後發現 原來黃子嬌就是裡頭的高級會員 現在整體案件持續在往下追查